转到了其他的钱包 那当然 当然他相应的积分其实就是归零了嘛 你这个通行 大家好 YugaLab的新游戏Dookie Dash 马上就可以开始玩了 本期视频还是围绕钱包来讲 但和以往不同的是 主要介绍一下钱包和游戏 就是Dookie Dash这个游戏的积分的一个关联关系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好 首先先介绍一下游戏的一个背景 然后再说一下游戏积分和钱包的一个关联关系 然后大家可以先看到这一则推文 然后想玩这个游戏的话 首先是你需要有下水道通行证 那下水道通行证是1月17号 官方发布的信息是1月17号可以开始Mint 然后谁有资格可以Mint呢 就是你如果有便宜员你可以Mint 然后有物料员也可以Mint 然后如果你有狗的话 然后狗和便宜员可以是那这边这张图其实非常清楚的解释了一下Mint 然后和相应的那个下水道通行证的一个层就是级别的一个关系啊 他有一二三四四个级别就是这个就是下水道通行证啊 如果你是便宜员的话 直接拿便宜员Mint的话就是一级的 然后便宜员加狗的话是两级的 然后无料员直接Mint的话是三级的 无料员加狗的话Mint出来就是四级的 然后他这个下水道通行证的级别就取决于你那个score的那个最后就是游戏分数的一个加成吧 就是你通行证的那个级别也高 应该是更加容易就是同样大家比如说就跑这么久或者拿到相应的碎片 然后他的分数应该会更加高一点 然后这边这则推文也有个预测啊 就是Mint出来的那个下水道通行证 他的一个价格预期比如说 比如说是一级的 他是一个亿态房对吧 两级的两个亿态房 这个是一个预测啊 那拥有了下水道通行证以后呢 就可以开始玩游戏了 然后游戏的那个界面大概就是这样的 反正就在下水道当中躲开障碍物对吧 然后能够持续的时间越长 或者分数就越高 当中可以减取一些相应的碎片 然后呢还可以就是 还可以通过那个AppCoin 应该是花两个AppCoin的话 可以可以可以比如说有有相应的加成啊 或者冲得更快还怎么样 这个我不知道很清楚啊 反正大致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然后游戏最终结束的话 会有一个积分 然后然后最后你可以把这个 下水道通行证做那个Transform 转换了 转换成一个新的NFT 这个NFT牛逼不牛逼 就取决于你游戏玩的好不好啊 然后大致的一个游戏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就是 钱包和那个 钱包和那个积分的一个 一个关联关系啊 那先从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其实也不复杂 你说简单也不算很简单 你说复杂也不算很复杂啊 那先看一下 就是我如果持有下水道 拿到下水道通行证以后 然后我拿钱包登录游戏 对吧 然后在游戏中 比如说玩了 获得了100分 获得100分以后呢 我把这个下水道通行证 转到钱包币 钱包币从来没有登录过 玩过游戏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积分 就变成了零分嘛 对吧 因为钱包币没有 没有玩过 就是这个分数 这个分数肯定是跟 钱包的组合 就是通行证跟钱包的组合挂钩的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我刚才说了 我一开始通行证在 钱包A这边 对吧 然后给了钱包B 然后把通行证 这个通行证是一个NFT 给了钱包B 钱包B完了以后 获得了200分 对吧 那他再把通行证 再转回之前的钱包A 那这个时候 相应的分数 还是及那个钱 钱包A的100分还是在 就是您取得的最佳分数 将挂入在原来的钱包当中 它其实还是跟钱包挂钩 那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讲到 委托钱包相关的几分 委托钱包相关的内容 我之前在 之前的那个视频 做过两期视频都有讲过 一个是讲我们钱包 然后还有是讲那个 讲Delegate的那个钱包 都是两个项目 都是做那个委托钱包的 然后YugaLab也支持 就是他是说在那个游戏当中 也支持委托钱包的应用 因为这个委托钱包的话 一定要是游戏方 和那个委托钱包方进行合作 然后游戏当中 集成了相应的委托钱包 然后再可以 可以实际的用 那接下来就说一下 这个委托钱包的情况下 怎么积分 那委托钱包是这样的 首先你那个通行证 首先你的通行证 一定是要在冷钱包当中 你可以在才能做委托 是这样的 那上面说的这些 这种通行证 通行证你也可以放在热钱包 这个钱包币也可以是冷钱包 这都无所谓 那我有了冷钱包以后 我就可以通过委托钱包 委托钱包的应用 来关联热钱包 对吧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通过热钱包 去登录 登录Doki Dash这个游戏去玩 那像这种情况下 我比如说我一开始 关联的是热钱包 对吧 我比如说我有个小狐狸钱包 我有个小狐狸钱包 我里面有好几个钱包 我创建好几个钱包 钱包1钱包2钱包3 那我拿冷钱包 关联完热钱包以后 我拿这个热钱包去玩游戏 完了100分 那这个时候 计分就是在这个热钱包上面 计100分 那接下来我如果是 把关联 关联到那个热钱包2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拿热钱包去登录玩 完了200分 那这个时候相应的计分 就是200分 那如果你将冷钱包 关联到热钱包3 你拿热钱包3 登录游戏去进行游戏的话 然后玩了300分 那它的一个规则是这样的 就说如果你用委托的热钱包玩游戏 那么计分牌上显示的是热钱包的地址 就是委托的钱包 而不是持有下水道通行证能认 钱包的这个地址 就是游戏上面 游戏的那个计分牌上面 是这样显示的 然后呢 如果就是 某个游戏通证出现在与被委托的热钱包相关的积分牌上 登录并使用相应的冷钱包进行游戏 导致热钱包上面的分数从积分牌 删除并有冷钱包的分数取代 就是我之前比如说热钱包登录进去玩了300分 对吧 这个时候你拿你跟这个热钱包关联这个冷钱包 你登录进去你去玩 比如说玩了这个10分 那他那个积分牌上的分数就变成10分了 不是不是说这个热钱包上面的那个300分 对吧 就是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就是说 那那就说 这个事情呢 就最后总结一下 他说通行证的分数将与最后玩游戏的钱包 无论是被委托的钱包 还是委托者的最高分数相联系 对吧 然后然后就比如说你之前用热钱包玩 之前玩了100分 200分300分 你最后 最后和他关联的最后 最终是用热钱包玩的300分 那最终这个通行证相关的积分就是300分 对吧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最终是拿那个冷钱包又登录进去 然后最终的这个通行证的积分就是10分 他是看最后的一个通行证和那个钱包 登录游戏 然后获取分数的一个成绩为准的 然后还有一点 他说如果你下水道通行证移出冷钱包 那么被委托的钱包上的分数将归零 那这个是肯定的 就是说你这个通行证实际是在哪里 实际一定是在那个冷钱包的上面 热钱包只是他跟他做了一个映射 像一个门板一样的 他冲在前面 热钱包是对这个相应的通行证是没有任何操作的一个权限的 他无法将冷钱包当中的这个通行证转移出去 对吧 或者做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拍卖怎么样 对吧 那你通行证你和你比如说热钱包和冷钱包已经关联了 你通行证比如说转到了 你证都转出去了嘛 你热钱包 你热钱包相应的积分就是归为零 好 那他其实积分就是就是这样的 那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一个 是一个头呢 就是这样的 你玩玩玩 玩到他说二月 2023年2月8号分数呢将被冻结 然后通行证的mint 通行证的mint是从 是从1月17号开始到2月8号 2月8号结束 就是当中你 你这段时间都可以mint mint完之后你可以玩 当然玩是玩到那个2月8号结束 结束以后分数就就冻结了 那从2月8号到2月15号 你接下来人能转让 人仍然能够转让这个通行证 对吧 然后分数被冻结以后呢 分数和被冻结以后呢 他就是他相应的那个 他相应的就是通行证 如果你转到了其他钱包 这个通行证 比如说原本玩的是十分 那最终你转到其他钱包 这个通行证拥有的那个分数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冻结以后 这个分数其实已经跟那个通行证挂钩了 你通行证无论是转到钱包A 钱包B或者是怎么样 他最终这个通行证的分数就是十分 对吧 然后到到2月15号 就可以拿这个通行证进行转换 转换成另外一个相应的NFT 这个取决于你通行证的那个分数的一个高低 然后在 他说在分数被冻结后 但在2023年2月15号之前交易的下降到通行证 将仅有资格根据被冻结的分数 以及取得该分数的原始钱包和下降到通行证进行转换 如果注意啊 在此期间仅仅转让或交易下降到通行证 不会将分数从之为零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你冻结以后分数冻结以后这个通行证无论你转到那个钱包什么相应的那个分数不会清零 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相应到通行证转换的条件 如果你mint了 你mint了这个通行证 然后你一定要去玩一下 如果你的那个分数 分数不是大于零的话 就是没办法去做那个transfer 还有就是如果 这个没这个没什么 这个就自己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说 你有cell pass的话 你就可以从1月18号到2月8号 就可以玩这个 这个Dookie Dash的这个游戏啊 好 那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啊 这位